法古山智慧随身书 禅内外和平 一心的内外 当我们向内观察自己的内心时 常会发现我们的心不在内而在外 那么内在与外在是否成对立的呢 站在佛教的观点来看 内在与外在是统一而非对立的 只要内心安宁清静 所见的外在世界也是安宁清静的 然而一般人因为内心与外界 有许多的矛盾与冲突 而感到万分的痛苦 如果我们能运用佛教的观念及修行的方法 使得内外和谐 那么我们的身心自然能够得到安乐与自在 2.佛教所见的内在与外在 1.佛教的宇宙观与人生观 佛教的宇宙观是由人的内在完成的 外在的世界只是反映着过去内心的造作 因为业由兴起而万法为心所现 个人的小世界是自己个人业力所现 外在的世界是大家共同的共业所干 由无名烦恼未因而有人生宇宙的结果 无始无名的烦恼使人产生心理及生理的行为 再由身心的行为产生后续生活及生命的结果 再获得生活及生命之延续结果的同时 又由于艳苦与求乐的本能而不断地造作新的身心行为 如此由因至过 从过生因 变形成相续不断的生命现象 这就是三世流转 而这个生命现象的起因是内心的无名烦恼 因为个人内心有烦恼而不能平静 造成外在世界也不能平和 二 佛教内在与外在的统一论 众生与圣人所不同 之处在于心的染静 众生的心不清净而有杂染 相反的圣人的心是清净而无染 心有染故众生所见的宇宙也不清净 佛教将世界分为精神的心法与物质的色法 人生与宇宙是由精神的心法与物质的色法组合而成的 在精神与物质二者之中 以精神的心法为药 因为精神的心法是内在生命的动力 而外界的色法是生命的现象 心的精神加上色的物质 则有人生宇宙的各种现象 我们必须依靠内在的精神才能认识外在的物质世界 如果离开精神 物质的世界对我们来说 就等于不存在 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和平 首先每个人的内心必须平和 一般人只是希望世界和平 而自己的内心却无法平和 那么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和平的 有人希望世界和平而称恨战争 这个人的内心便是不平和 有两个人在争论 其中一人主张和平是不需要战争的 而另一个人却主张只有战争才能达到和平的目的 正在剧烈的争论时 那位主张战争的人问那位主张和平的人说 既然你主张和平 那为什么又要与我争论呢 争论就是不和平 像这样的两种人比比皆是 三 佛教的目的在于内外的和谐 一 世间是苦的事实 一 自我和外在的对立与冲突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 而苦的原因是起于个人自己 与外在的自然环境 及社会环境的对立与冲突 在社会中常常见到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冲突 父与子斗 亲戚朋友互相对立 甚至于斗争 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你有没有见到过结婚后从不吵架的夫妻吗 当一对夫妻争吵时 总是觉得对方是错误的 是因为对方的错误 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痛苦 有一位太太常与先生吵架而感到十分烦恼 当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烦恼时 她却回答说我自己本身并没有烦恼 而是我先生带给我无比的烦恼 二自我与内心的矛盾冲突 取与舍利与害的冲突 当我们面临抉择时 在取与舍之间总是无所适从 在做了决定后又患得患失 有一天一位皈依女弟子问我说她要结婚了好不好 我回答说 很好你要结婚为什么要问我呢 她说我有三个很好的对象 但是我不知道要跟哪一位结婚才好 因为我无法在三者中选择一个 所以才来请教师父 于是我建议这个女弟子在三个对象中选一位来见我 过了一天她果真带了一位男朋友来见我 我立刻告诉她 这位最好 她回答说但是你还没有见到另外两位 他们也很不错啊 我说那你就抽签决定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你之所以先带着未来 必定有你的原因 结果她还是跟那位被她带来给我看的男朋友结婚了 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一般人通常用理智处理他人的事 而用情感来处理自己的事 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的原因 有一位名医师 当他的儿子生病时 总是要请别的医生为他儿子治病 有人好奇的问这位名医说 你既然是一位名医 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儿子治病呢 他说正因为那是我的儿子 我害怕自己不能很理智的诊断及治疗 因而可能造成错误的结果 别的医师与我儿子并没有亲情的关系 他会很冷静用理智替我的儿子做正确的诊断与治疗 以此可知 我们如果用情感来处理事情 往往容易造成错误 前念与后念的冲突 昨天的想法到今天已经改变了 昨天认为对的而今天却认为是错的 今天决定的是 到了明天可能又要改变 有人改变得太快 因而对自己的决定起了怀疑 如果一个人常常在改变自己的决定 这个人的内心一定不能安定 内心不安定 他跟着来的生活也就不能安定了 自我的失落与盲目的追求 有一位年轻人 每当我见到他时 他都是在生气 于是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总是在生气呢 他回答 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 我昨天计划好的事 今天的情况就已经改变了 我永远无法追上这个世界 所以让我很生气 这个人自己没有原则性的目标 一味跟着环境的风浪浮动翻滚 而去盲目的追求 今天看到东边好就要向东走 明天觉得西边更好 又要往西跑 由于外境的诱惑 瞬息变迁 便引起了他内心的不安与混乱 因而失去了安定及安全 二 离苦得乐 便是内外的宁静与和平 一 用佛教的理论可以疏导我们 因过关 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好事与坏事 都有其原因 若不是今生所造之因 必是过去无量事中所造之因 所以遇到好事不必骄傲 遇到坏事也不必恼恨 即使努力求进步 求改善 才是最好的决定 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曾说 遇到恶境因修报冤行 既是过去自作的恶因 现在当受恶果 好像你自己弄脏了手 赶紧洗手最要紧 不先洗手 而先埋怨或计较弄脏了手的责任 那是蠢人 遇到善境当修随原形 既然是过去自作的善因 现在当受善果 好像你开支票向银行提出大笔原属于你自己的存款 如果还以为那是非来的恨财而高兴不已 岂不是傻瓜 因缘观 世间的现象不是一个人可以成就的 而是众缘合合而成的 曾有一位大公司的老板 很骄傲的对我说 我们的公司有三万员工 都是靠我生活的 我问他说 如果所有的员工 都不替你的公司工作 或者你无法找到足够而适当的员工 那时你的公司仍然可以存在吗 这位老板就是一个不能了解因缘观的实力 我们所处的环境 都是由于各种因缘的结合而出现 因缘不断的在变动 现象也跟着不断的改变 所以好的无常 坏的也无常 不必太高兴 不用太悲伤 继续向好的方向努力 才是最重要的 二用修行的方法达到内心的平静 修行的方法很多 例如诵经 持咒 礼拜 念佛号 及念菩萨圣号 都是修行的方法 但从一般来说 以修行坐禅的方法 最容易达到内心平静的效果 当然 打坐的时候 首先要有正确的坐姿及呼吸的方法 使得全身放松之后 再用调心的方法 把散乱心集中起来 再由集中的心静 进而达到前面与后面的统一 因此 在达到内心统一的过程中 有三个层次 身与心的统一 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忘记自己身体的存在 同时会感到非常轻松 内心与外境的统一 当你达到这个境界之时 你会觉得身外的环境 与你自己的身心是一体的 所以最大者并不在外 置身者也不在内 此时内心与外境统一而成一体 体验到所谓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所以能有人民爱物的心量 当你有了如此的经验之时 对于世上的好坏美丑 不但没有分别 而且都是无比的可爱 前后念的统一 当你到达这种境界时 时间的感觉和空间的概念已不存在 因为前与后对你来说并无差别 这就是所谓的入定 当在入定之时 身心 世界 时间 空间 都无差别 仅是现实的存在 对你而言 整个宇宙 都只有一个全体的存在 有了这种经验的人 在触定后 仍然会有一段时期停留在内外统一的感受中 四 参禅的方法 亦为魔晶云 随成就众生 则佛土静 幼云 随其心静 则佛土静 若能发愿救济一切众生 便能无怨无敌 便能得到内心的安宁 及世界和平 如果万事不为自己而只为众生 此人便会生起慈悲心 有慈悲心者必能与智慧相应 有智慧者必与自在的解脱相应 在诸佛眼里所见的现实世界 原本清净 所见的一切众生 皆是平等 只因众生的心不安宁 心不清净 心有杂染 众生所见的世界 就不是安宁和清净的 所见的众生 也不是能够平等的 二 禅宗的安心法 禅宗说 参禅不再退 这是说 参禅不一定要靠打坐 而开悟也不一定是因为修行 只要心得平安 万事便容易解决 禅宗二祖会可见出祖菩提达摩时 希望出祖为他安心 菩提达摩说 将心拿来 我与你安 结果会可密心不可得 达摩就说 已经给你把心安了 心急事念 考察每一个念头 若不是属于过去 就是属于未来的 过去已成过去 未来尚未出现 所以永远也找不到 现在的念头 牛头法荣是禅宗五祖 红忍的同门 当他见到四祖道姓时 四祖问他 谁在关心 心是何物 二祖会可都找不到心 当然牛头法荣也一样的找不到心 因此牛头听了四祖的问话就开悟了 六祖谈经说 曾爱不关心 长身两脚握 当爱与曾都与你无关之时 你就可以伸长两条腿 好好睡觉了 这并不表示开悟的人无事可做 而是说心中无事可烦 例如当云言禅师问百丈大师说 你终日为谁忙碌 百丈答道 因为我自己已无事可做 所以专为需要他的人而忙碌 如果我们能用佛教的观念及修行的方法 使得自己内心平衡 安定 那么我们所见的外在世界 必然也是和平的 我们更要努力的帮助别人 使得所有与佛法有缘的人 也能同样的得到心内 心外的平静与和平 世界上的纷争 也会因此而减少再减少了 1990年10月29日 讲于北加州的尤卡亚沙瓦达摩 属于西藏白教系统的西方人团体 讲初时的英文题目 是内心的和平与外在的和平 由哈佛大学的音乐博士 第二罗尼巴尔女士担任英语翻译 伺候由甘贵岁居士 根据我的演讲大纲及录音带 分别整理成为中英文稿 法古山简介 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那么少 误解的人却这么多 这是圣言法师数十年来苦学苦修 使至弘扬正信佛法的悲愿 而法古山的创建 正是为了承担起去佛会命 为众生的离苦的使命 1989年 圣言法师于当时的台北县金山 相觅得一块山林地 命名为法古山 以建设一个红传汉传佛教 推动教育的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为愿景 历经16年的建设 在2005年10月落成开山 以心灵环保为核心主轴的法古山 是一个推动精神启蒙运动的生活教育团体 提倡心灵 礼仪 生活 自然等四种环保 将佛法的精神与内涵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心五四运动 同时致力以大学院 大普化 大关怀三大教育 具体落实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 并透过国际红化与交流合作 以全人类为关怀对象 成就世界进化 心灵建设的工程 法古山更因应时代需求 以汉传禅佛教为基本立场 容设各系诸宗 开展出中华禅法古宗 以带动现代观念与思想 活用佛法于现代人间需要 其能以佛法慈悲智慧的鼓声 使人人都能够的安乐 让人间社会成为清净 祥和的乐土 财团法人圣言教育基金会简介 财团法人圣言教育基金会 以下简称本会 于2006年1月18日 由教育部核准成立 本会已推广圣言法师 所畅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之思想理念 来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的教育事业为宗旨 圣言法师的思想理念 致力于人间净土的产阳实现 其医生均致力于将佛法 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以佛法来提升现代人的生活与品质 希望宗教界 学术界极有兴趣 有愿心的人士 均能加入此方面的探讨 研究及实践 本会依此宗旨 推动下列相关工作 一一 主要是对圣言法师之平面书刊 影音资讯等各种制著作文 圣线文物 搜集 整理 研究 分层次 分类别 翻译 编印 制作 发行 推广 弘扬 赠送至全球各个社会层面 以其人类品质普遍提升 处处可见人间净土之实现 二 次要则为讲著与圣言法师思想理念 相细相同的佛教教育之推动 佛教学术之研究 佛教著作之出版 以及与净化人心 净化社会等相关之教育项目工作 四 众佛子共勉愈 信佛学法 净僧三宝万事明灯 提升人的品质建设 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利人 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众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不识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实时心有法 喜念念不离禅月 处处观音菩萨生生阿弥陀佛 我 里面是